大家好,我是Alan 这集课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Paramico 就是如何上传文件 在学习第三课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我们布置的练习 一个就是说 如何每隔一段时间查询一下远程服务器的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何把这个EU的类 给再次的封装起来 我们看一下 打开这个编译器 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首先把ParamicoClient 这个类给单独放起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新建一个ParamicoClient 然后把这一串全部烤过来 对 在这里边把这个文件引入进来 FromParamicoClient importParamico 我们运行一下 这样就是说 看就是只看这个test点python的话 我们就甚至可以完全不知道 Paramico这个东西 而只是知道ParamicoClient这个类 只需要把这个配置文件传进去 我们连接运行命令 就可以出来结果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何隔一段时间查询一下服务器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引入这个时间 这个包 然后首先这个思路就是说 开始记下时间 然后记录一下 你查询了多少次 我们在查询 比如说查询100次之后 把它停下来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 每隔多少呢 假如说我们每隔0.2秒 查询一下 然后我们就记一下 开始的这个时间 嗯 查询的次数 query number 比如说100 查询的这个 频率 是0.2秒 查询的频率是0.2 0.2秒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查询 用一个well语句 如果他的查询的次数还是0的话 然后我们就 首先获取当前的时间 嗯 如果当前 时间与上一次 上一次的间隔大于这个 频率的时候 我们就来查询 然后这个时候 把上一次的时间更新为当前时间 同时 查询的次数 要把它 跟次数要更新一下 减一 还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对我们看一下 它一直是在跑 嗯 这样的话 我们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学习这课程的过程中 虽然它的原理是 比较简单的 但是说它在实际的运用中 我们要能够 举一反三 然后想到它是如何的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 起到它的作用 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能够 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解决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看一下第三节课 Permico上传文件这节课 课程目标是 了解机器间文件传输的机制 为什么选 就是Permico它选择什么来上传文件 也就是说它用什么来上传文件 另外一个就是插入一个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为什么会有用到 Permico来编写脚本来上传一些文件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实际的编码实现 来看一下如何进行操作 机器间的文件传输 一般选择SAP或者SFTP 这两种方式 SAP的全写是Secure Copy 它是基于SSH协议的文件拷贝方法 可以在本机与远程主机 或者是两个远程机之间进行文件的拷贝 SCP的实现需要通过SCP协议 以及SCP的程序 比如说 比如说它的使用就是SCP 然后第一个参数就是本地文件 然后之后就是说远程的目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机子上是默认装有这个SCP的这个指令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share 看一下慢 用慢查一下 对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SCP它的解释 就是Security Copy 就是远程文件拷贝 然后它会跟你解释这个拷贝的各个参数 还有详细的一些描述 然后下去的话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机器上 然后使用一下这个SCP指令 看它是如何进行机器件的拷贝的 这个SFTP呢 它是计算机领域的 另外一种传输文件的一个方法 它其实就是SSH文件传输协议 英文就是SSHFile Transfer Protocol 也被称为Security File Transfer Protocol 简称为SFTP 它就是说通过SSH2.0的扩充 提供了一个安全档案传输能力 当然这个SFTP与我们一般所说的FTP是不一样的 FTP它是需要一个远程是需要一个FTP的服务器 然后来去连接它 而我们现在是一个SFTP呢 它远程机子上是有一个SSH的服务器 所以说两者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Permico它是如何处理的 那它是选择这个SFTP的 然后它提供给我们的API的一个类呢 它就是Permico SFTP Client这个类 然后这个类呢 它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函数 来供我们来那个调用 来处理SFTP它的各种各样的运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码的实现 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个 这个Permico Client这个类里边 来进行进一步的操作 首先在那个处理化函数里边 名SFTP Client为None 然后这个定义一个函数 直接让外部获取 getSFTP Client 判断如果 这个SFTPClient是 是这个None的时候 我们就 就 就来建立这个SFTP的Client 用Permico SFTPClient FromTransport 然后用已有建立的连接 Client get 用它的这个Transport 来建立一个这个SFTPClient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返回 我们在这个上面 上面已经是上一节的这个 已经出质化对象 然后连接 我们现在的话就来看一下 getSFTPClient 我们把这个给取出来 SFTPClient取出来 然后 掉用它的put 看这个put 就是向远程 就是说向远程这个机器来传送文件 它的第一个参数 local path 就是本地的这个文件 remote path 远程的文件 然后还有一个callback 就是回调 我们首先就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如何把这个本地的这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Permico study下的这个config.ni 这个文件传输到远程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它的目录是在哪 对 然后我们找到了它的目录 然后把这个文件 给传输到远程目录上 好 我们的远程目录放在这 文件名也叫config.ni 然后我们运行 对的 这个时候呢 如何验证 首先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在看你的远程机器上 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新文件呢 而且可以比较它的md5 看两者是不是一致的 md5就是验证文件的一种方法 我们而且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callback 可以深入它的文件 看进去 它有一个callback 它这个callback呢 是其实是返回了这个 它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put名字就叫putcallback 它两个参数 它其实是size 它是两个size 我们就把它打印出来 看 它其实是就是两个传输的这个传输的数据的大小 它被调用两次 这个回调函数 就是说 这个primico它内部 当这个传输 开始跟结束的时候 它提供了给我们的一种 就是说 处理自己逻辑的一种途径 比如说我们在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需要一些特别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回调函数 希望大家就是对这个就是比较适应 就是说设计一个api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这个用户 它的一个灵活处理性 如果没有这个callback的话 没有这个回调 供这个使用者来调用的时候 这个put这个函数就完全对外是一个 是一个黑盒 然后它就没办法做一些个性化的处理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就非常方便 就可以关 首先我们这里面就观察它的状态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传输的一个文件的一个大小 然后 其实就是说这个指令 它本身上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我们在这儿取出这个get get这个sftvclient这个函数 它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从这个get这个 比如说我们不调用它的connect这个函数 不调用它这个connect函数 我们直接去运行它 它会有什么问题 对 它抛了一场 就是说这个session还没有打开 然后我们就去获取它的sftv这个transport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函数可能没有调用 然后它就获取这个sftclient 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应该加一个判断是什么 这个client 其实我们这儿可以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flag 就是client client state 等于0 等于0表示未连接 然后我们这个连接 一旦连接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 client state之一 比如如果这个client state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主动的帮它调用这个connect函数 对 现在即便是外部它没有调用这个connect函数 然后我们在获取这个sftvclient的时候 主动帮它检测到异常 主动的帮它调用这个connect函数 来把这个基础的permecoclient给ssclient给建立起来 连接给建立起来 这样的时候 这个函数它就是非常可用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们在编写任何代码的时候 都要考虑它的一个所有每一行代码的一个安全性 它的写这一行代码 它上一行代码的这个依赖 有什么依赖 它是不是安全的 它会不会抛出异常 所以说这个我们都需要注意 所以说大家就希望 就需要在写实际代码的过程中 就要建立一种安全意识 就是谨小慎微的安全意识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写出的这个软件 就是说在生产环境下 就是说它的可靠性非常高 不然的话在一旦它部署出去 就是说那个其他人 他不小心就没有掉 然后直接就使用这些 以为这个sftclient 它是直接可用的 然后再掉这个东西 它就会抛异常 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大家还可以 留一个课后习题 就是说如何来操作文件夹 我们现在的话 只是操作了单个文件 就是如何传输文件夹 或者说如何来传输多个的 单一文件来过去 这一课就到这里